小六子上 收到 喂 宋瑞泽 有什么事吗 十三哥 消息你都收到了吧 这次我们母校搞校庆 你也要参加这次的校友肯谈会哦 嗯 我收到邀请函了 因为是我帮你把你的名字报上去的 你那么有成就 我们刚好可以弄个知名校友当当 你看到时候我们要不要顺便也捐一点 我还没想好捐多少 到时候再说吧 好了 先不聊了 我在打牌位呢 嗯 打牌位 小六子来 我们继续 卧槽 你这个当老板可真闲啊 难道这就是有钱人朴实无华的生活吗 什么 宋瑞泽同学 你要捐一百万 赶紧把校友演讲名单增加一个人 把宋瑞泽同学加进去演讲 顺便问下你推荐的那个参加结出校友肯谈会的十三 他打算捐多少呀 目前收到的捐款最高的才二百万而已 所以宋瑞泽这一百万真心不少了 不知道十三会不会给我们额外的惊喜 昨天听上关红说这十三出手就花了几百万抓罪犯 还有什么一亿级别的超跑 我十三个说还没想到捐多少 到时候看情况而定 这 这就难搞了 你不说捐多少 我不好安排啊 喂 石真香 怎么了 十三先生 您的云顶庄园别墅已经彻底挽过 您看什么时候方便过来验收一下呢 行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过去看看 哎 看来我天生劳碌命了 走 小六子 我们去新家看看 好的 十三先生 十三先生 您来了 嗯 您看要不我和您一起逛一下这别墅 看看还有没有您想要修改的地方吧 不用了 就这样吧 刚刚大略的看过 庄园整体的完成度很高 几乎没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非要从鸡蛋里挑骨头的话那倒也有 只不过我不想再麻烦了 对了 我这次带了一些土特产 你让工人们过来集合 给他们发一发 哦 小六子 你去把车上的那个袋子拿出来吧 好的 十三先生 来了 大家都别在那边站着了 过来一下 卧槽 这他妈就是你口中的土特产 各位辛苦了 别墅能提前装修完成 多亏了各位的努力 我也不知道买些什么来感谢大家 索性带点家里的土特产来给大家当礼物 小六子 你来负责分给大家 好的 十三先生 多谢十三老板的土特产 十三老板真是一表人才 平易见人 十三老板大气 来 你也有份 多谢十三老板 十三老板上次过来加上这次发的红包 估计都有五百多万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打工两年多才能挣到的 而十三先生却随手把他发了 忽然想起装逼语录里的那句话 家里穷得只剩下钱了 看起来确实用心了 能得到十三先生的认可 是我的荣幸 那边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怎么放在这里 是这样的 十三先生 一个星期前 我们收到了星城贸易的罗锋 从湘江那边空运过来的一些东西 里面是些古董字画 我就把它放在了客厅里 想着您过来的时候和您说的 您看现在该怎么处理 啊 罗锋确实有和我说过这事 这些破东西就给我放到收藏室吧 那两个瓶子直接当花瓶用上 十三先生 您确定这么多物件加起来 起码上千万 在十三先生嘴巴里竟然只是破东西 而且这两个瓶子更是明清代的青花瓷品 至少价值几百万 不得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哪怕一个不小心打碎了什么的 结果你倒好 居然要把这青花瓷品拿来当花瓶用 嗯 怎么了 这两个刚好是一对 摆在这客厅两边 倒是刚刚好 可 这是客厅 这可是明清代的青花瓷呀 要是摆放在这桌子上面 您家来客人了 万一不小心给弄出来了 岂不是 我知道 可问题它就是个花瓶 不拿来插花还能干吗 这怎么感觉说得好有道理 小六子 你去安排一下招聘新的管家 女佣 厨师 什么花园护理师等等 薪资开到了市场价的二倍 五显一惊 根据表现还可以上涨 好的 十三先生 喂 慕容飞 怎么了 极日千句 万事如意 英千乔母 艳入高楼 恭喜十三哥乔迁 你小子 怎么学人家搞这套 十三哥 今天你乔迁 要不我们聚一聚吧 可以订个酒店什么的 我带一些富二代给你捧场 这些富二代你之前也见过 都是我们群里的兄弟 那行吧 今晚六点沙雕大酒店我设宴 请柬什么的我就不发了 你们直接过来就行 句一句也可以 毕竟乔迁 对于华夏人来讲是件大事 喜庆典也挺好 好 那就这样定了 我把消息通知下去 嗨 这慕容飞也真是的 喂 阿聪 十三哥 恭喜你乔迁之喜呀 哈哈 谢谢了 今晚六点沙雕大酒店我设宴 你到时候也一起来吧 好的 十三哥 今晚见 哈哈 今天搬到新家 看一下系统会给我什么好的奖励 系统抽奖 恭喜宿主抽到至尊股票回报卡一张 宿主能看到所有股票未来一个月内的走势 购买一只股票后 此卡正式激活 将获得该只股票最高收益的五倍返现金额 竟然是这张生卡 上次庸之玩意买了维天科技的股票 股票价值翻了几十倍 返现金额一千多亿 大赚特赚啊 现在又来一张 简直爽歪歪啊 恭喜十三哥今天乔迁 十三哥恭喜恭喜 哈哈 谢谢 我们先上去吧 卧槽 这什么情况 这不是王四聪 慕容飞 以及那么多魔斗出名的富二代吗 这个开着十几万红旗的人 究竟是什么神仙级人物 这些富二代竟然对他如此马首是真 那个被称之为十三哥的人 低位有这么高吗 没听说过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大家尽管吃好喝好 本来想低调一点的 但是他们那么热情 想想还是请这些年轻的一辈 过来吃个饭热闹一下吧 不然要是洞真哥的话 恐怕可以喊来整个华夏的半壁江山 不过那时候 这一个酒店可能还不够接待了 十三哥 为了庆祝您的乔迁 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心意 您一定要收下 十三哥 喜签新居 机遇堆金 何家欢乐 身体康健 话开富贵 门庭多福 哈哈 你们真是的 就是单纯的出来吃个饭而已 你们都那么客气 那我就不矫情了 小六子收下吧 十三哥乃真性情中人也 我们都是带着现金来的 因为觉得网络转账诚意不够 并且按照十三哥的性格 可能会觉得麻烦不收 幸亏我们想到了 那礼尚往来 我也给你们回馈一些好物吧 来 你们看看相中哪个了 随便拿 哦 这么贵重的东西 真的免费拿 嗯 我特意联合左下角厂家 给大家准备了华为P60 和苹果14Polo Max等不限量福利 都是最高配置的新机 还有12.9英寸大屏iPad Pro 休息时追剧打游戏一步到位 对 我都领到了 那我给我爸领一台 手速慢怎么办 链接再就还有库存 认准我左下角专属链接点立即下载 快速升级 这一对任选 靠 我这就试试 谢谢十三哥 对了 阿聪哥 听说你和十三哥搞的游戏俱乐部很出色啊 嗨 其实还是得靠十三哥 沙雕游戏那边给了我们不少内部资源 我们才能很快地做起来 前两天我们还去俱乐部看了一下 有个职业选手就是个棱头青 有技术但没有团队意识 最后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了 最后六爷出手 把那个职业选手给收拾了一顿 我的天 六爷请他吃火锅掌了吗 不不不 六爷和他游戏单挑 把他暴虐了 卧槽 真的假的 六爷还会玩游戏 暴虐职业选手 这也太离谱了吧 亏我上次还说自己是浩劫无间的魔都地道 阿聪哥 你开玩笑的吧 这怎么可能 我用得着骗你们吗 不信你们问六爷啊 我是在十三先生的指导下打败他的 那也很牛了好吗 手速和反应速度都要顶级的才行 当时看得我热血沸腾 六爷牛批啊 先是武艺无人敌 游戏中还吊打职业选手 奇才 奇才啊 还是我们十三先生会养十猪 对对对 对了 十三哥 你最近还有在玩股票吗 小弟想象你取取经 上次你买为天科技股票的那一波实在太漂亮了 我爸现在整天都和我说让我跟你学习学习 哈哈 什么时候我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了 跟我学学 那你得先是个普通人 并且事业爱情都不太顺利 最好被上次开除 然后被甩 最后被雷击中 我投资都讲究两个字 随缘 有感觉来了 我就会投着玩玩 我最佩服的就是十三先生装笔 都是装的那么自然 清新脱俗 十三哥 那你今天有感觉吗 有的话带我们玩一下呗 是啊 十三哥 要不你带大伙们玩玩吧 我们的零花钱 有时候都不知道往哪花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听那些建股专家的买着买呢 结果一年亏了两千多万 真是坑死我了 还是十三哥牛逼啊 当初一只股票就能正好上千亿 简直是股市神话了 我也想买 我还想再赚一百多亿 嘿嘿 啊 我自己都对里面的规则都半知半懂的 怎么给你们讲解 等等 上午的时候好像抽到了一张至尊股票回报卡 卧槽 系统爸爸你又要让我装起来了呀 有了这玩意 那不妥妥的股神吗 那行 今天我就凭感觉再玩一次吧 让大家也赚点小林花钱 哦 这左下脚领的华为P60真流畅 玩游戏和股票一点也不卡 好 感觉来了 我现在准备入手这只名为颜生堂的樱花股 根据我的感觉 它会在未来三天内大涨 你们如果想买的话 我建议投入不要超过一千万 娱乐娱乐就行 国内的股票涨幅有限制 赚钱太慢了 根据之前为天科技的经验 这回选的短期有爆发的股票吧 可以最快获得收益 好 一切听十三哥的安排 我相信十三哥的眼光 多了我倒也买不起 不过我一千万直接拉满还是可以的 那个十三哥 我刚刚看了一下 颜生堂这只股票可是一只温股 连续三个月漂绿啊 我们真的要买吗 螃蟹 你什么意思 十三哥好不容易给我们推荐股票 你在这里质疑什么呢 你不买给我滚 就是 螃蟹 你不会说话可以当哑吧 没有人会怪你 你知不知道上次十三哥 买位天科技股票的时候 大家也都说是垃圾股 可结果呢 那只股票创造了奇迹 我隐隐觉得这次十三哥绝对有手段 否则他不会买这只股 所以我现在无比信任他 要是他告诉我前面是个火坑 你跳下去我帮你不死 你跳下去我帮你不死 好的 十三哥 慕容飞你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没事没事 我感觉我刚才跳得还不够坚定 对不起 十三哥 葱哥 慕容哥 是我错了 不 你没错 有质疑是正常的 你只是帮大家提出了心中的疑虑 谢谢十三哥 谢谢十三哥 我还以为十三哥会怪我多嘴 谁知道人家压根不计较 明明是我的错 却给了我主动找台阶下 这情商 这格局是真的大了 好了好了 十三哥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就不跟螃蟹计较了 十三哥 这回我头一个椅 要不我直接转给你 你帮我操作可以吗 这不好吧 毕竟这涉及到一些钱财 这样吧 这次我打算做短线 我准备抛售的时候 提前通知你们 你们自己操作就行了 虽然说一起操作 确实比较方便 但这毕竟涉及到钱财 在后面分红的时候 因为数量金额的问题 很容易心生芥蒂 虽然我能保证 自己不会亏待他们 但他们不一定这样想 所以凡事还是得赢清楚 可以 这样也好 对了 十三哥 你这次打算投多少 我呀 我投个十几二十亿玩吧 也不玩太多 我只是随口问问 你这特么投个十几亿 二十亿却只是玩玩 这要不要这么好啊 十三哥慢走啊 阿聪哥 你知道我刚刚收到一个什么信息吗 嗯 什么 刚刚收购的时候 我让我家的管家 去调查了一下支樱花国延生堂股票下跌的原因了 这股票下跌的原因是 三个月前樱花国延生堂的一位高管 被一家小企业的女员公职控为侵犯罪 就是这个黑料导致樱花国延生堂的股票下跌严重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这不奇怪 但是明天下午两点三十分 樱花国那边的法院将会开庭 对这起案件进行二审 而十三哥说的是 这三天内这只股票会大涨 等等你说什么 这起樱花国延生堂的恶性案件 将会明天再次开庭 而十三哥预测的是 他们的股份将会在三天内迎来大涨 这其中有着巨大的关联 或许明天这起案件将会迎来巨大反转 所以才会导致延生堂的股份回暖上涨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十三哥他是怎么能够提前预测到这些的 卧槽 想到这 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现在盖棺定论或许还为时过早 但只要明天的二审结果出来 事情将会水落石出 欢迎十三先生回家 十三先生简直太帅了 我之前还以为这里的主人会是个老头呢 转了转了 来这里做女佣 实在太值了 每天看着十三先生 我都感觉赏心悦目 十三先生 我是您的心愿管家苏珊 小六子 这都是你招的人 怎么全是女的 十三先生 我都是根据您的爱好招聘的呀 而且这个叫苏珊的管家 毕业于蓝祥管家学院 各项专业成绩皆是排名第一 技术一流哦 你这刮娃子 我以后女朋友们来的 看到家里的庸人全是女的 你让我怎么活 那也不用全部是女的呀 你看那怎么还有个护士 十三先生 我是想着你生病之后 有护士可以给你打针 我自从喝了系统的强化药水之后 都没有生过病好吗 十三先生 您不满意吗 那我让他们回去吧 哎 算了算了 招都招了 你以后当大总管吧 好的 十三先生 苏珊 十三先生刚喝酒了 快去给他准备醒酒茶 好的 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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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十三先生 我不要当大总管 喂 上官红学妹 怎么了 早上号 十三学长 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校庆 你今天什么时候到啊 今天就是校庆了吗 啊 我差点忘了 幸亏主任叫我专门负责十三学长参加校庆前后的全部事情 不然今天 不然今天十三学长没到场就尴尬了 那我现在就出发 那我现在就出发吧 好的学长 那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哦 嗯 好 这次跟着 这次捐的二百万块也值了 呵呵 你们这些篓炮好好看 嗯 好好学 我要让你们知道 没人只配强者拥有 哈哈哈哈哈哈 这神经病是谁呀 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啊 那么嚣张 今天校庆 学校领导邀请了一些出去很多年的校友回来参加 听说这些都是身家数千万的企业家 卧槽 你们看 这喜宰相学妹走过去了 原来想抛我们的学妹 真是老牛吃嫩草不要脸了 嗨 小学妹你好 认识一下 我叫裴钱 你好 学长 有什么事吗 你今年大级了呀 我今年大三了 你是在等人吗 是的学长 我在等人呢 她是马上来吗 等她很快就到 呵呵 也就是说 她迟到了 那就太可惜了 有些人一分钟救过尽了一生 更何况跟你这样的美女 每一分钟都显得弥足珍贵 是她不懂得珍惜 学长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哈哈 笑死我了 就这辽媚技术 不要怕小学妹 听不懂没关系 那姐不介意我陪你等 你看我后面 那三个男的 都 14个 都想来跟你搭讪 我坐在这里 帮你挡住那些想跟你搭讪的男人吧 不 不用了 来 学妹 这个是我的名片 实话跟你说吧 学妹 我才刚刚回国没多久 对魔都不是很熟悉 想买一套房 大概3000万左右就行了 我那几台几千万的超炮 正在拖运回来 诶 拖运就是满 刚才来的时候只能开下家里的劳斯莱斯代代步 学长 请你放开我的手 同样是学长 这个学长怎么那么无耻 人家13学长为人热心善良 有颜值有钱 但是低调不爱炫耀 而眼前这个人好讨厌 有点钱就爱装笔炫耀 这一对比 这学长简直被13学长秒称扎了 毫无可比心 这位是我男朋友 请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卧槽 我怎么成了他男朋友了 卧槽卧槽 这不是前两天那个小学妹吗 他叫13先生男朋友 卧槽 13先生下手那么快的吗 你他妈居然敢打我 骚扰我家先生女朋友 不打你打谁 我 我 他妈的 刚拉起他的手 他男朋友就来了 撞了个正着 理亏了 可恶啊 白白挨了一巴掌 我什么 不服吗 我 我不跟你计较 小学妹 你这男朋友太年轻了 他能给你什么 我能给他幸福啊 一个老丑笔 也好意思搭讪小学妹 真是老牛吃嫩草 哈哈哈哈 老丑笔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站着有点钱就去搭讪人家小姐姐 破坏人家的感情 真的太无耻了 老丑笔 还想被打卖 还不快走 谢谢13学长 六哥 你们真厉害 三言两语就把他气跑了 以后遇到搭讪的要勇于说过 不要让那些猥琐男给占便宜了 对对对 遇到这种你直接给他一个笔斗就老实了 哎哎 咦 等等 13学长 你刚才不是叫13先生男朋友吗 啊 13学长对不起 刚我是想下走那个猥琐男才叫的 哦 我说呢 你们俩咋好那么快呢 别乱说话 啥好那么快呢 13学长 六哥 我带你们去校友肯谈会议室吧 不急不急 我好久没回母校了 突然涌现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你陪我们逛逛先吧 什么 这 那好吧 赔钱校友 你来了 你的脸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刚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脸撞到石头了 没事了没事了 看脸上的轮廓好像是长印吧 学校有丑长形状的石头嘛 哦 那就好那就好 请就坐吧 疑十三哥怎么没来 杰出校友都到齐了吧 还有一个十三校友 十三没捐钱 所以可以掠过了 登 那开会吧 哼 那个漂亮心女妹子的男朋友就是个垃圾啊 这种地方他估计是来不了了 我可是给学校捐款了二百万的 可惜对学妹装比不成了 还被扇了一巴掌 疼 非常感谢各位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回母校参加七十周年庆典 这次邀请大家回来主要是有一个事情需要大家的帮助 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众所周知 母校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综合楼的建设难题 在座的各位校友都是咱们学校杰出的毕业生 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说服赵科集团 将西北方向的那块土地评价给我们学校呢 宋瑞泽校友 这么的 怎么一上来就问我了 校长 这个我只怕能量不够 赵科集团可是万亿级别的开发商 他们拿下这块地肯定是要建商业区的 要卖也只能是高价 不可能评价的 那赔钱校友 你年轻有为 一次性就捐了二百万 想必你的实力不容小觑 那你来说说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阿西巴 还没让我装逼心打我脸是不是 谁特没有能量能说服赵科集团让出一块地啊 而且还要评价 评价人家为什么要卖你 你以为人家是做慈善机构啊 按照这个地段 起码出个三倍以上的价格才有可能卖给你 校长 你这是给我出了难题啊 我虽然和赵科集团的营销部经理有过接触 但这块寸土寸进的土地 岂是区区一个部门经理就能做得了主 所以这块地我解决不了 爱是我考虑不周了 本来若是能说服赵科集团评价卖给我们 或许我们凑凑钱 咬咬牙就买下了 可现在问题是连一个敢于尝试的人都没有 全部都熄火了 都说没办法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那这个综合楼的计划就这么泡烫了 确实是有点可惜了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吧 接下来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 讨论一下校庆活动 等等 这个综合楼 或许我有办法解决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被其他事耽误了一下 所以迟到了 卧槽 竟然是他 他竟然也是杰出校友 你们明明和我一起到的 还找借口说迟到 肯定是去滚草丛了 不要脸 刚刚大家都说这个是办不了 现在竟然有人大言不惭的说可以 哪来的小毛头 而且还这么年轻 我们在这讨论半天都没有结果 你一上来就说你有办法 你几个意思 打我们脸吗 十三哥 你终于来了 校长 这个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十三 他的能量俱牛的 他说能解决的话 那绝对没问题 哦 十三同学 欢迎加入杰出校友肯谈会 刚你说你有办法 难道你和里面的高层很熟 嗯 还行吧 昨晚刚和慕容飞吃了个饭 还顺便喝了点酒 哦 那可真是有缘啊 现在这个项目就是 这兆科集团的少东家慕容飞在经手 但是他这人有点难产 十三同学 你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嗯 那你打电话给他吧 我来和他说 哦 卧槽 严生堂那起案件 竟然在今天真的迎来巨大反转 二审结果一致认定这名高层屋最释放 原来是那名原告女子受幕后黑手的指使给人下了套 故意栽脏陷害 而这名女子的背后势力 樱花国的捕快现在还在深挖调查中 最终幕后黑手该不会又是十三哥吧 嗯 太那么可怕了 老子的寒毛都吓得竖起来了 嗯 一男平 你天天给我打电话到底烦不烦啊 都跟你说了这块地不卖 说破天也不卖 你这穷笔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这穷笔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特么这么不给面子 老子为了方便给十三讲话 还特意开的是外话 想不到我堂堂地杀掉大穴的校长 竟被你当着那么多老师和优秀校友的面指着鼻子吗 让我勤何以堪啊 大家都把我当成笑话看 这果然是热哨啊 听到他的语气就能脑补到校长多次苦苦恳求嚣张少爷慕容飞 最后还被人家连番羞辱的画面 我特么很庆幸美主动潜应答接这项任务 喂 慕容飞 是我 爷 你 你是十三哥 还是我听错了 你没听错 杀雕大学是我母校 今天我回校参加校庆 我们校长说有事要拜托你 就让我来跟你讲讲 原来是这样啊 易校长你也真是的 你认识十三哥怎么也不早说 呵呵 卧槽 这个人的态度居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还一口一个十三哥 这个慕容飞和他到底什么关系 我特么还没说话呢 你就给我一顿丑骂 我有机会说嘛 我感觉自己比豆鹅还圆 十三哥 你们刚刚说是要杀到大学旁边的那块地对吧 没错 就是那块地 怎么样 愿意出售吗 如果是其他人 我肯定是不会卖的 不过如果是十三哥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你要是想要 我直接把这块地送给您都行 卧槽 这可是一块几千万的地皮啊 竟然还能直接送呢 这个十三的面子有那么大 一个电话就能让赵科地产的少东家扶手是真 真特么扎心了 我不要面子的嘛 我怎么说也是沙雕大学的校长啊 我平时打给你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的 别开玩笑 说认真的 这块地是我们学校要 你给个合适的价格就行 如果是我自己要的话 慕容飞真的会把这块地送给我 但我觉得没那个必要 既然这样的话 那这样吧 这块地一共780平方 按照市场价7万一个平方来算 就是5460万 但是是十三哥您开口的 那就打个五折 2730万 再抹个零 就算做2000万行吗 十三哥 也别2000万了 就3000万吧 我也不能让你亏太多 对吧 好的 那就按照十三哥说的来 只要您开心 什么都可以的 校长 3000万 OK吗 OK 非常OK 谢谢十三同学 还有慕容总 这块地3000万能买价 那学校绝对是减了大便宜 毕竟这块地可是有价无事 能评价买价就不错了 更别说现在便宜了2000多万 你谢十三哥就好了 我和十三哥关系很铁的 那必须的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好的 十三哥 您先忙 改天有空了我再去拜访你 嗯 我决定了 这栋综合楼就以十三同学的名字命名吧 叫十三楼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么多逼王校友中 没有一个强得过十三的 这样的杰出校友必须给荣誉 把十三跟学校捆绑起来 十三楼 我只是签了一下线 就得到一座楼的命名权 一想到我的名字在以后的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 都在这座大学里面流传 似乎也挺给力的 哈哈 这个校长还挺伤到的 是的 你没听错 校长 这地是有了 名字也有了 我想应该还缺建设资金吧 是啊 谁叫咱们学校穷啊 比不上负担和财经有国家拨款 我们只能自力更生 建设这楼十八层 每层七百多平方 起码还要三千万 好 这三千万 我出了 就当做我送给母校七十周年的生日礼物了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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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